有吗 没有 我在广州有女朋友吗 这我哪儿知道啊 你私生活从来不提 你多神秘啊 你再看一眼啊 看仔细了 看看这个是不是 这也不是 不会 这姑娘挺漂亮 谁呀 放给我呗 好了哥们 我都在聊啊 老陈 你跟我说 我的老同事 给你发了我女朋友的照片 你能告诉她叫什么名字吗 我赵小亮 待过多久 我的工资都不大 我先前那些同事加在一起 也就是百十万号人 我个个记得 你敢说出她的名字吗 我就敢在这儿 跟她连线对筝 老陈 你不是说有照片的吗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现在 没有来 你看 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 你呢 你 nouvelle眼睛 余总 我听你发露 南海 你笑什么 没 没笑什么 你刚才不是很紧张的吗 难道你认为 这张照片可能就是攀云吗 不要再讲了 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一个部门的头 让手下的员工 去调查另一个部门的头 还用了假证据 陈兄姐 你要真觉得这是潘云干的 我开除你 因为你这是陷害 为什么这么实测 如果他有证据 他早就跟你讲了 这个蠢塞是在跟赵小亮讲条件 你敢不敢人 你想从市场部总监那里捞小便宜 赵小亮比你想象的要聪明 他的反应你是想不到的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随便给他扣帽子 在这个公司里可以给他扣帽子的人 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 小亮 你也别太自作聪明 你本就知道他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 但你故意造成这个局面 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 他说了自己是叶总派来的吗 没有啊 那你为什么把他拖到叶总办公室来 你让叶总以为自己已经被出卖了 你利用他将来叶总一局 你也算在全公司亮了相了 告诉所有人听 你不是好惹的 其实他不过犯了 一点点占小便宜的错误 他没有想敲诈你 也不敢敲诈你 你这么整他 是会害他丢饭碗的 小叶 陈雄旗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他无条件相信你 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调查什么 可是他就是相信你 以为小亮真和潘云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果你想留下他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 谢谢你 余总 小潘 陪我办点事情 你们觉得 他会压着我吗 皇家警长 革命军水 上班了 杨慧 我真服了你了 这事你可要想清楚 你到底在上海坐 还是在广州坐 这边坐我是一点问题 都没有呢 我还是在这里坐吧 上海认识我的人太多 小姨岳勇又不太相信 你在广州也有很多粉丝的 得了吧 你们广东人 只看粤语谈 你赶快帮我联系啊 我只请了几天的假呢 千万别让郑小亮和潘云知道 要不然 他们想怎么老太婆都怀孕了 你男朋友知道吗 既然跟他分手了 怎么会让他知道呢 要记得你这么做 他会不会生气啊 管他呢 宇总 从去年到现在 所有的经销商 都不断地问我们 有没有出新品 不光是相互集团 还有很多冒出来的 不知名的 也在跟我们做竞争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要 新品的出现 大家都很期待 希望有惊喜 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一共有 十三款新品上市 这样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是卖汽车的 我说这是二零一三版 这是二零一四版 这是精英版 这是标配版 这是高配版 这是运动版 这是旗舰版 客户会说 你说的这些 都是同一款产品啊 欢迎 梁毅的爸爸同我讲 说他已经半年 没给他主动打过电话了 不好意思 余总 您交代的任务 还没完成呢 梁毅在公司里面 可能有秘密情人 可能也不止一个吧 估计都是一夜情 不算情人 我觉得他只是玩玩的 那我怎么向他爸交代呢 好 我觉得 他是缺一个 能降服他的男人 赵小亮可以啊 他有力 明白了 我去安排 你老鱼聊得怎么样了 你老鱼聊得怎么样了 你不打算说说 今天早上的事吗 看来聊得不太开心 我告诉你 赵小亮 不许在没有经过 我同意的情况下 轻易把我推上火线 我感觉我又被你出卖了 你如果跟我站在一头的 你要保护我 掩护我 给我依靠 你懂吗 你今天早上 叫我名字的时候 我脑袋嗡一声就大了 我想肯定出大事了 你知道我怎么想的 今天就算穿帮了 我也要坚决站在我老公那头 不能输了这口气 我告诉你 反应要是慢半秒 我这包不知道 砸在谁的脑袋上 谁的脑袋就开花了 大哥 这是个烟灰缸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替我想过 你太不把我的前途当回事了 那我们两个配合得很默契啊 天作之河 抢前夫妻 表现得最好的是余总 人家叨叨叨一通左右开工 把所有人都说服了 我对他的景仰如同滔滔降水 赵小亮 什么时候你也像余总一样 叨叨叨一通左右开工 那就成了 这就叫差距 这叫存在决定意识 他也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坐久了 这种姿态这种节奏感 自然而然就有 你又想查了 这种姿态这种节奏感 是与生俱来的嫉妒 胸怀和头脑 连叶总那样的女人 被她说得都眼睛 唰得就亮了 我看你眼睛也亮了 怎么着 爱上她了 如果我早认识她 如果我早生二十年 那么还是有这个可能 好 小叶 坐 我觉得她会爱上你 什么 今早你问我们 潘云会爱上你吗 玩笑了 你当真啊 我还是觉得 她会爱上你 那是不是说 只要我让她爱上我 我们的小团队 就散伙了 至少他们今天的反应 让我相信 他们不是一个 有配合有策略的团队 这些反应我相信 都是真实的 不像是商量过的 如果是 他们就是太好的演员了 就是说 我确实应该让潘云爱上我 这样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他们以后也不会 发展成另一个小团队啊 我开玩笑的 那可以安排大家聚会了 让赵小亮亮亮相 可以啊 你也要给自己挑个男伴 不是你吗 我准备邀请潘云 要让她爱上我吗 我开车送你 好 每次我这碰到难事的时候吧 你都能帮我化险为夷 你真是我的亲哥哥 行了 行了啊 别跟我这儿演激情自射啊 行 好 再见 拜拜 来 洋医给的 你很知道的 早上进爹梯的时候 就看她拿这本书了 人家是真看上你喽 你说她真是聪明啊 知道你喜欢这样的 嗯 余总今天又提到 让我给你们俩做梅的事了 她有点怪我这个 没人没当好 我说你还要去跟她 吃顿饭吧 装装样子也行 不是吃不吃饭的事 这梁姨她长得也太玲珑了 主要呢我是觉得吧 这么对人不公平 感觉耍着玩着 那你吃顿饭怕什么呢 好好聊聊 让她死了心也成啊 挺可爱一姑娘 梁姨怎么知道 我喜欢凯撒克罗马呀 不是我 哎呀求你了去吧 能帮上余总的忙 对我们总是有好处的嘛 嗯 还有一件事啊 嗯也是最重要的 余总说后天 在她的会所有一个聚会 她邀请我当她的女伴 她说我可以拒绝的 因为只是 纯粹当女伴 礼节性的 我不太懂这个规矩 是不是这样 我反正我电影里看是这样 生意场上的聚会呢 如果没有女伴 会显得很孤单 也会显得这个人很不靠谱 哦 你答应了 答应了 那你得准备一件碗礼服 嗯 嗯 好看 价钱也好看 嗯 多少钱 打完折一万元 买了 谢谢 你干什么好 开票去啊 我开玩笑的不买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疯了 半瓶米的房子我穿身上 不用买了 喂 你真 我告诉你你干嘛 我掐死你了 好 蔡晓慧 你的熟食时间到了 跟我来吧 哦 好啊 我先去了啊 嗯 慢点 别紧张 嗯 我说试一下你就给买了 平时根本没机会 专门的这刀子 花的是我的钱 夫妻共同财产 呦 买到手了才是夫妻共同财产 啊 你要是觉得没机会穿 每天晚上你就先穿给我看 我告诉你啊 我决定了以后不能再给你 这么高大上门破产 再这么下去我要破产 咱俩根本就不用一个街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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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接自己气 知道吗 对对对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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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出来了 我不做的 你不行 咱就谈好了 你一定要做的 跟你说 我不做的 谁跟你说 我喜欢看这种书的 我根本看不进去 赵总 你今天就是为了挤兑我 才请我吃饭的吧 别装了 凯撒 是你最熟悉的历史人物 没有之一 她写的书你看不进去 我和我闺蜜都研究过你了 你的闺蜜是谁啊 陶可道 就是那天你在我家 见到那个 他是学心理学的 看人很准 想提评语吗 谢谢 不行 流氓外表下包裹这一颗 玻璃心 你喜欢凯撒是因为 他是残疾 他有癫痫却成就伪业 简直就是身残至尖的典范 所以你的过去也一定有 不可告人的伤痛 让你在内心深处深深的自卑 你不会有点险吧 就是杨九峰 难为首首算吗 你名校毕业 父母都是军人 却没有走正道 刚毕业就去了深圳 做了几年的销售员 之后让你斩路头脚的 市场营销也没有走正道 全是外门邪道 为什么 你在模仿凯撒 凯撒他出身贵族世家 却落落寡欢 卓尔不群 他没有在罗马建功立业 博取功名 而是到荒满之地 高卢人的地盘去打天下 等他征服了高卢 回到罗马 所有的人都诋毁他 是野心家 这不就活脱脱照走你了 为了今天这顿饭 还准备了严谨港啊 套客道歉的 听好了 我对你们的这种行为 非常严重 这是非常傲慢的行为 我对你 还有你那个 二姨的闺蜜 一点兴趣都没有 如果你再叽叽歪歪地不停 麻烦你找一个 没有人的座位 端着你撒拉倒蛋吃去 咱们今天给A了 那我不就郑重你下怀 让你得逞了吗 我就要高高兴兴地 和你吃完这顿处女饭 你买单 叶总好 这是几家店面的联系方式 什么呀 明天你要陪同余总参加聚会 这是个非常正式的场合 你需要一件上档次的礼服 这里可以租衣服 谢谢了 我有了 好吧 其实今天请你吃饭呢 还有另外一个用 那余总邀请我参加一场聚会 并且指定道姓 由你担任我的女伴 我希望我们可以从这顿饭开始 学会好好享受 错 我跟男伴是你 要不是我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出席 这个聚会了 所以啊 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 学会对我百依百顺 是五妹动人 书乖 嗨 我过两天就回 明天 不是 你跟你男朋友 跟西安旅游 你这个比咱也算我头上哪儿 这个我个子有没有关系的 你有得跟他分传 你把电话把个子 我要跟他讲 我晓得了 晓得了 明天就回 妈啊 你最近好不好啊 爸爸在出差呢 但是爸爸今年可能要过年 才能回来看见我啊 有没有去看我爷爷奶奶啊 乖 好了 爸爸先不跟你说了 你把电话给妈妈 你不能闲着我跟哥子打电话 我花钱你 他起着穿你用的交流去 还是我处理 你屏幕子不乱 我跟他打电话 你不说这种废话 我要是有条件 我找你把你接受的 我晓得了 明天也要跟他回 我来 陈兄齐 明天晚上你有空吗 我想你当我的男伴 船好一点 陈晓慧 你还要是把孩子生下来 你怎么收场啊 你不是二十五 三十五的 你是五四三了 你知不知道啊 五十三怎么了 六十三又怎么了 就不是人了 就不是人了 不能爱了 你都这个岁数了 不能光为自己活着 你有女儿 有女婿 有工作单位 还有粉丝 这些你都不想 是不是啊 你怎么那么俗啊 你怎么那么俗啊 我以为你高占君不是个俗人呢 好了 不要跟我说这些了 赶紧跟我回去做手术去 潘晓慧 咱们别多想 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你说你要把孩子生下来 等他大就毕了 你都快八十了 你应该替潘云想一想 到时候 他要养你 还要照顾你 再养那个小的 你说潘云他能负担得起吗 咱不考虑考虑吗 是 亏了老于就是也要求你 要不然 翻成对了 给谁个冒险 你是 路如繁金的天使 又不是金慧 是谁呀 欢迎你 他在等着这个帅哥 把他带到他想去的地方去 穿过草地跨过大街 游过长江 然后到属于他们俩的地方 你来晚了 赶紧上车吧 你先下车吧 干吗呀 今天晚上的宴会少不了喝酒吧 谁晚上送我回家呀 带驾呗 早就找好了 这儿呢 您好 先生 我是民生银行车车卡的 商务代驾 这儿呢 你要搞清楚 你能来参加这个聚会 只是因为余总安排了你 是我的男吧 可惜在别人的眼里 今天晚上我是男主角 而你只是一个陪伍生 这是一个总监该说的话吗 那你刚才说的话 是一个行政助理 该对总监说的话吗 回公司你也管不着我 我归行政部 我可以把你要来 给我做贴身助理呀 悲剧呀 你可以试试啊 好啊 试试就试试呗 再怎么说明是很无二代 可是根本还能比起来 你现在就是个草根 那也是因为 跟你这个草根正的练习 口水都要流下来 潘云姐是余总的 是吗 放开我啊 我不想丢人了 把咱们在她晚上的 好好的离合一下 至少对她形成衣服 我们该进去了 下来 快点 你走 走吧 他们不会真的以为 你是我带来的女伴吧 你看你说的外行话 主兵都在副兵的右手边 你是我带来的 所以我在右 你在左 大厅里还可以 摸一摸人 一路坐你就现原形 当我的男伴 不丢人 那我继续给你 当当小伙伴吧 坐在最旁边的那个 穿白西装的呢 叫做方国强 她是 她是 我听说过的 我要跟不如见面 那听说过还要继续介绍吗 跳过 下一位叫做 原朗 她是干什么的 我不太知道 但是每次我爸 只要接到她的电话 就会退掉所有的约会 然后屁点屁点去见她 她的伴儿跳过 是 然后这个 头发白白的呢 她叫司徒明 香港人 据说当年什么 马云 宗庆后 周文一 都要排着队见她的 嗯 她的伴儿也 跳过 他们要是介绍你的名字 跳过 这个我懂 我 你也 解释 旁边这个头上 有一所白毛的 叫丁桥 大面丁丁的丁桥 我们的死队长 江湖集团主席 就这几个规格可以啊 安逸 上周我在泰国 见到你爸爸了 那边那个穿变装的 他叫王军 在他哪里人 北京呢 你们北京人 是能闻出自己的味儿是吗 你是北京的 哦 西城的 您是 全武官 现在也是西城的 陈奕 介绍一下你的男伴儿啊 赵小亮 我们公司的市场总监 赵小亮 前年有个叫赵小亮的小子 把大唐给搞垮了 整整半个月 大唐没有卖出去一样东西 他说他叫赵小亮 我突然想起他了 我就是那位赵小亮 那你知道 我跟大唐什么关系 呃 我今天是第一次见您 也是第一次听说您 那你知道 他们跟大唐什么关系 呃 让我猜猜啊 你打住 我跟你打个赌 如果你猜错了 余德伟 你得辞对他 你们打赌 要我做恶人 如果他猜对了 我要给他 讨个公道 他如果猜对了 把这个给他 是 方老是我们这个产业的传奇 在他名下 有一百多项专利 方老爱喝酒 这个 就是酒窖的钥匙 拿着它 你可以走进方老名下 任何一间酒庄 随便喝 柱子里面也可以 是金的 可惜我不爱喝酒 但我确实喜欢金子 你可以不跟他打赌 别听他的 赌还是不赌 全凭你自己 真实的感觉 怎么样 小潘 让我展一眼 赢了他就归我 让我猜猜啊 我猜诸位跟大唐 无冤无仇 但诸位一定从大唐垮台 这件事情当中 获得了实际利益 所以说 我不单没有有损 各位的利益 还帮助我们 各位发了财 你根据什么呀 没有根据 我是这么赌的 如果说我让各位破了财 以各位的身份和地位 不会愿意在这样的餐桌上 跟我斤斤计较 有仇报仇 但是要灭我的方法 很多难去的问题 所以说 我应该是帮到大家 是吗 好 原来是这样啊 老房 你可是从来都不带我 盯巧玩儿啊 你应该知道这是为什么 相互是我的 没得上的 我的明天 恭喜你答对了 你的职位算是保住的 谢谢 那把钥匙 什么 你得把钥匙还给我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怎么 我 我 不要搞了好不好 训训训来 你 你没有输 但你却没有真的赢 大唐只不过是业界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只是它有两个专利 这是它的技术核心 是因为它的公司太小 没有办法运作它 使它公司盈利 但是这两项专利 却关系到整个行业的格局 我们曾经想过很多办法 却没有说服大唐 把这个专利转让给我们 于是前年就出现了一家 叫黑能的同行业公司 接下来的事情 你都猜到了 后来有一个叫赵小亮的傻叉 加入了黑能公司 为了营销自己的产品 四周散播大唐的药业 一年之后 大唐为何能收购 赵小亮临赏总 你以为没有我们在背后 推过出来 就凭那几个小小的丑闻 就能让大唐破产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完成了收购 专利也归了我 那你又没有发觉 这两年这个行业的整个格局 在产生剧烈的波动 你就认为你是真的赢了吗 对 较绕了 干吗 酒店 大唐 大唐 厅 你 大唐 还能让我给你 一斤抓下 谢谢 大家喝酒吧 来 来 晚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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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